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 奔赴某海域开展多颗目高强度实战化训练 清晨由海军太原舰苏州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 向目标海域隐蔽机动 编队刚一抵达任务海域 苏州舰便率先发现不明空中目标 经研判确定为敌尖击击 随之急促的警报声 编队立即转入战斗部署 各舰艇呈预定队形展开 预备 发 空中威胁刚刚解除 海面敌情又接踵而至 雷达发现锁定目标后 指挥员立即下令调整航速航向 占据有力阵位并实施火炮打击 就在编队紧急应对海空威胁的同时 新洲舰观测到不明水下目标向编队逼近 与湘潭舰立即组成攻前队形 进行对前攻击 在持续多天海上训练期间 该支队先后进行了主炮对海 副炮对空射击 编队实施火箭深弹等 多项实战化科目训练 全面提升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我们坚持实战牵引 实现训练与实战的一体化 通过组织不同武器构型条件下的自由对抗 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突击突防等训练科目 在真打实抗中提升战斗力 决胜未来战场 有的是地区和平风险的风险制造者 麻烦制造者 有的带给周边国家的是和平 是友谊 是共赢共享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 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收到 老挝人民军电视台传来的新闻 外军同行讲述中国军人的故事 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角 今天老挝军事记者奔南鹏 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中国军医的故事 从2019年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派出专家医疗队援助老挝人民军103医院 到今年已派出了5批 中国军医与老挝军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每当看到中国医疗队 当地群众都会自然地打一声招呼说 中国军医萨拜迪 这些香囊和影片 是中国医疗队队长王文 根据老挝的新冠疫情特点 从中国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定制的两款抗疫中药 王文是中医专家 他想用中国经验 为老挝抗击疫情提供新的方案 我想把它用在我们103的发热门诊 甚至于退往到我们老挝的隔离点 向老挝医生传授中国的抗疫经验 是医疗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军医马家家正在为妇产科医护人员 讲解新冠孕产妇的诊疗和护理 希望我们中国专家的经验和指南 能够帮助老挝的同行 在抗击疫情过程当中 特别是这个孕妇和产妇 这样特殊的人群 做好生命健康的保障工作 感谢观看 替三看来过来 普普通通的椰子 在中国军医周岳飞的手中 成为简单实用的教学道具 他是神经外科专家 他利用椰子向老挝医生讲解 开颅手术的知识和方法 希望通过这些模型 我们可以加强我们对手术的 一个模拟的操作练习 之后呢我们可能还会 开展一些更高精尖的一些培训 骨科医生毕隆 是一位擅长用手术刀 为老挝病患解除痛苦的人 在老挝 他已经做了22例手术 其中有两例 还创下了老挝医疗史上的首次 我们的手术天天给血管神经打交道 如果处理不当 会发生可能严重的后果 如果术者没有信心的话 就很难道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参加决赛的选手 在众多评委的注视下 一一登场 护理 输液 换药 每一个操作步骤 熟组练 准确 有条不稳 这次比赛呢 已经准备了两个多月 然后全院有600多名护士进行参加 首先经个科室进行三选 8月20号我们选出了25名进行绿赛 今天是最后的决赛 中国军医的专业素质和严谨作风 给老挝人民军同行 留下宝贵经验和深刻印象 中文字幕提供 老挝医生的热情好客 勤勉好学 让中国军医找到了兄弟姐妹般的亲近感 他们和老挝同行相处得非常融洽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会问到一些很细的东西 他们会跟我去了解 去反复地去询问 去印证 然后包括在手术当中 他们随时也会去跟我去问这些事情 这是我对老挝医生的最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翻译就是阿龙医生 他的中文水平是非常的流畅 沟通起来是没有障碍的 然后我们的方舍科的主任 宋万主任也是非常的可爱 应该说中老两国两军友谊 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长了 那么两军的友谊 两国医生的友谊 这种关系我也真正的希望 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 今天没有人看过去 这一天 两国医生的有关 在美国医生的现象 在美国医生的原谊 先一步 四方就是二手滑水 與鱧水盆水 人為三方的水盆水 一步